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挥手被路透社列为米兰时装周高光时刻,不可替代的价值看得见。 巨星肖战挥手的照片被英国路透社官网和推特列为2024米兰时装周的高光时刻。 巨星肖战又一次轰动全球。 众所周知,路透社是世界上最早创办的通讯社之一。 也是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和西方四大通讯社之一,是西方三大综合通讯社之一。 其影响力非时尚杂志和娱乐媒体可比。 而肖战作为一个艺人已经不是一次被这样的重量级媒体报道了。 2023肖战参加米兰时装周的盛况,就曾经被世界四大顶级权威媒体的路透社、法新社、美联社隆重报道。 引起时尚界的巨大关注,让很多人的目光投向了东方。 很多人透过这张英俊的东方面孔,进一步了解了中国。 肖战用他高贵优雅,从容自信的表现展现了我们的大国风范。 活动现场,肖战是人群和媒体聚焦的中心,肖战的时尚地位和影响力彰显无疑。 顶级星光与实力派让肖战成为整个活动的最亮的星,滑流大放异彩。 正如网友所说肖战撑起了整个内域的脸。 有时尚圈的人说大陆在时尚圈的风向转变是从2021年肖战代言托德斯珍历史和古池一度被卖断货开始的。 一锤定音是2023年肖战参米兰时装周的轰动盛况。 这彻底改变了西方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。 自此西方的时尚圈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艺人价值、市场价值、顾客体验等等。 我们可以客观地说,肖战是这个最功利圈子的开拓者和破局者。 为什么肖战身上可以竞品不断,却依然吸引众多品牌纷至太来? 甚至2024米兰机场出现了托德斯品牌派出的保镖位一身, 股持品牌代言人保驾护航的有趣场面。 只因为那是肖战。 作为内娱唯一一位七奢全球品牌代言人, 近两年太多的常规被肖战打破。 一向高冷的高奢在肖战那里都成了宠孩子的老父亲。 原来,当你足够的优秀强大,没有什么规律不能被打破。 不可替代的价值不是吹出来了的,放在那里,谁都看得见。